环伟狐猴属于原始灵长类 稳长 两眼侧相似乎 因为据环节斑纹而得名 多五到二十成群 七多石少数的干燥地区 刻有自己的领域 擅跳跃攀爬 市的七性较强的狐猴 主食昆虫 水果 分布于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南部和西部的干燥森林中 生活在树林落岩地带 环伟狐猴被列入宾威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环伟狐猴头体长约为三十到四十五厘米 尾长为四十到五十厘米 体重约两千克左右 头小 额低 耳大 两耳都长有很多绒毛 头部两侧也是长毛丛生 纹布长而突出 下门尺成书状 使得整个颜面看上去宛如狐狸 所以被称为狐猴 但她的身体却更像猴类 身体背部的毛呈浅灰褐色 腹部为灰白色 额布 耳背和甲布为白色 与黑色的纹布和眼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色彩 十分有趣 特别是那条具有十一到十二个黑白相间圆环的长尾 是其独一无二的特征 极易与其他狐猴区别开来 环伟狐猴的后肢比前肢长 因此攀爬 奔跑和跳跃能力都非常强 可以在树之间一跃九米 她的掌心和脚底长着长毛 可以增加起跳和落地时的摩擦力 从而不会滑倒 她甚至能够像人一样直立行走 长尾巴起到的平衡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由于前肢短软无力 所以环伟狐猴下树的时候头上脚下倒退着地 环伟狐猴属于骤行性动物 并且是唯一一种在白天活动的狐猴 性情温和 平时喜欢团聚在一起成群活动 相互用梳子一样的下门尺和勾撞的爪来礼毛 修饰或在树上玩耍 觅食 有时也在地上游荡 还经常表现出种种惊险的动作 能在大树横生的枝干上直立行走 因为她的后肢比前肢长 所以直立行走时与人类走路的姿态很相似 在她的掌心和脚底还生有长毛 增加了摩擦力 即使在光滑的岩石上行走或跳跃也不至于滑倒 当从大树之间跳跃时 可以用长度几乎等于身体的蓬松肠尾调节身体平衡 一跃近达九米开外 并且总是用后足先装握树干 因为她的短短的 卷曲的爪子无法抓住树干 下树的时候总是头朝上倒退着下来 活动的时候 其美丽的环尾经常高高地翘起 好像一面黑白条纹组成的旗子 显得非常醒目 即使在较远的地方也能发现 这是环尾狐猴在高草丛中或树林中漫游时彼此保持联系的信号 每天当太阳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环尾狐猴就摊开四肢 正面朝着太阳 使温暖的阳光洒满胸部 腹部 两臂和大腿 以驱赶夜里的寒气 因此人们把它称作太阳崇拜者 非洲马达加斯加已经成了狐猴最后的避难所 除了这座岛屿 这种长有一双美丽大眼睛的灵长类动物 已经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消失了